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袁医生 最近你有没有什么新的体验 或者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大家的观众分享一下 我最近有位朋友送了一本书给我的 他留在我的诊所 当时没有告诉我 我前几天前一半拿回来看 这本书真是一本所有病人都应该看的 可以说香港人全香港人都应该看的 因为你看到这本书可以这么说 是你最佳健康的保证 好 这本书是什么名字呢 这本书的名字是叫做《药》 就是医药的药 都不能吃了吗 究竟你的身体得到的是治疗还是伤害 他说不要让药品绑架你的健康 历史上最完整的药品安全报告 哇 真的很震撼性 那本书是历史上最完整的药品安全报告 我这些书籍在我的家 在我的诊所在我的货倉 是真的不会少过一百本的 但是很可惜 大部分这些资料多数都是英文的资料 中文资料可以这样在香港来说 除了我那本和周雪松 很多原前写的那本 西英危害健康 最后成为医疗风暴西英危害健康 在台湾也翻译了 结果出了七版 基本上我是未见过这一类的书 就算台湾也好 我暂时都未遇过这类的书 当然了 在西方的医疗里面 很多写这些书的人都是医学家 很出名的医生 当然了 亦都在欧洲 亦都有一些记者评论员 德国有几本很出名的书 都是记者写的 是评论家写的 那这本书呢 这本书又是哪一位作者写的呢 这本书是一本日本人写的 哦 大家可能香港也了解 有一本日本翻译的书 都是日本很出名的医生 是写出来的 是西医的医生写出来的 是 那这本书呢 就是一位日本的叫做 船赖进戒 船赖进戒 那他原来本身是一个 环境问题的评论家 1950年出生于日本福江园 曾任职于日本消费者合作社 消费部的部门 结果成为一个评论家 主要关心消费者与环境的问题 以文明论的角度 对建筑、医疗和食品的议题 齐出尖锐的批判 嗯 好了 那这位作者呢 除了这本书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他其他的著作 有一本书叫做 《你不可不知》 是 一个感叹好 第二本书叫做 《别接受癌症的体检》 你知道香港现在呢 常常都是叫你去做身体检查 是的 一般人的意识上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你就会生存得久一点 他曾经写一本书叫你 不要接受癌症的体检 稍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 《药都不能吃了妈》 这本书的内容呢 其中呢 他也解释呢 为何呢 癌症体检是危险的 是没有用的 是反效果的 OK 另外一本书叫做 《想长寿就别吃东西》 《放射能污染千万不要被人骗》 《放射能污染千万不要被人骗》 《一无所知就只能被杀》 你不可不知 很多人是死于无知 这个是很千真万觉的 《医食住的恐怖故事》 这本书叫做 另外一句 《死于医院》 另一本书叫做 《三日不吃饭,七成病都能治疗》 即是说什么呢 断食治疗 一百多年前 自然医疗 已经提倡了很久很久了 在自然界的动物 肯定都是断食治疗 没有动物,没有兽医 狗有没有狗的医生 都是用断食 有什么事就躲起休息 然后养病断食 另一本就是说三五款 简直是有害无益 预防针的陷阱 OK 终于我们找到一本 是东方亚洲人写的 除了周祥祥的本 免疫剂、压力和健康 终于有另外一个人 肯定他这个招呼是很好的 因为他始终是一个 可以这样说的一个 记者评论家出身的 好了 看回那些评论 他说 不可以吃药 听过这句话 一定感觉疲惫了 他一会觉得身体不适 就先吃吃再说 一般人都是这样 原来开始 要不要尝试改变这个 药命困 药命的习惯呢 原本药物对身体 人体来说 就是一种毒物 能不要吃是最好的 比如感冒药 腸胃药 贴布 眼药水 头痛药 便秘药等等 这些我们平常举手可得的药物 究竟潜藏了多少危险呢 看多这本书呢 你一定会无骨笋缘的了 好了 你必须更清楚你吃的药物呢 同时了解 指靠药物是无法治疗疾病的 为了健康舒适的生活 愿在那刻要放弃药物的信仰 所以我们经常都这样说 Robert Mandelson 一位美国的医学教授曾经说 其实我们根本原来的医学 是一个宗教来的 不是一个宗教来的 不是一个科学来的 通常有些人是信的 通常你去看医生 医生最后都会告诉你 信我了 所以看医生就穿上白袍 像祭司那些白袍 有很多仪式 这些东西 其实呢 现在的医学是一个宗教 多于一个科学的 这个就是Robert Mandelson 《医学叛徒的自述》 《医学叛徒的自述》 原来这本书 在日本已经翻译到日文 所以日本人 这个资料是很好的 很可惜 这本书在中文一直都没有人翻译 曾经在台湾有个朋友 企图翻译 在他的刊文那里 一直一集就这样翻译 但最后始终可能是一个版权的问题 他都不好意思 全部将翻译到来 他说 希望唤醒民众不要药物滥用 同时也都希望鼓励医师 强化重视自然的治疗力 但在大部分患医疗知识 仍然频发的情况之下 如果对现代的医学或者医师不信任 或者接受偏方 反而会造成厌或者中度 这个当然也都不是作者所要的目的 但这本书仍然好像务股神宗馆 令到人家是深思值得一读的书 这是另一位骨科博士 可能是台湾的一位人士 在我这么多的资料书籍里面 我确实都同意 这本书是历史上最完整的药物安全报告 所以我的病人我都会要求他去看 现在今时今日我们看症 我通常都会和病人先搞清楚基本的概念 第一件事我会先问病人 第一件事我会问他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 是吧 很有趣 其实没什么人答得到 是吧 是 当然是水 其中一部分 是 其中一部分 其实所有这些的水 肌肉 整个身体 是什么做出来的 我会再给他一些提示 一个小朋友出生 第一件事是吃奶 是喝妈妈的奶 因此整个身体 一路成长是喝奶 有些人就想到了 哦 其实是食物 食物 是吧 人是百分之一百 是食物的营养做出来的 如果我们的身体是食物的百分之八 营养做出来 身体有破绽 有问题 所以维修 是用什么材料去维修呢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人们又想想想回答不出 然后我就敲一下 我书桌 这是木的书桌 砰砰砰的 当书桌残够了 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20多年了 20多年了 20多三十年了 我说 如果你维修好它 那你用什么材料呢 这些人就答得到 有些人答不到 是用木 是 那我们的身体是百分之一百 用营养做出来的 食物的营养 当然我身体有问题 当然是用什么方法去调理它 肯定是 应该是用食物的营养 好了 好了 这个大家清楚了 明白了 接着我讲了另外一个概念 那我说 你知不知道 现时我们所用的所谓的西药 西药是属于一种 叫做有专利转策的药物 你知不知道 要成为一个专利的药物呢 它要符合某种 某种条件 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呢 那当然答不到 是 其实呢 它要成为一个专利的药物呢 它一定是不能够天然的 嗯 那很简单 如果能够 就是天然的东西 都可以给那些大机构 大财团有钱 可以专利到的 那将来我们自然界的东西 可能用到都要给那些专利费 是吧 所以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我们的法律上有很多恶法 我在那个政缸里面 我都解释 为什么香港有这么多问题呢 因为香港有很多恶法 那些真的不是说 就是有很多这个问题 它们都知道呢 你不能够是将自然的东西 成为专利的产品 嗯 嗯 即是说呢 所有那些 我用得的那些 注册了的专利过的西药呢 它是一定要符合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它不能够天然的 是 它不能够天然的 是 好了 什么叫不够能够天然呢 即是它们从来没有自然 自动地自然地在自然界存在的 嗯 我们在医学上 在科学上有种形容词 这种的物质呢 属于一种叫做生命的异物 嗯 生命的异物 英文叫做 Xenobiotic X-E-N-O B-I-O-T-I-C Xenobiotic 大家可以查一下字典 是 好了 那这些物质呢 对我们生命呢 是一种外来物质来的 那我就会问个病人了 那你会想一下 为什么这种这样的 这类的生命的异物 进了你的身体呢 有没有可能会令你健康 嗯 那这个大部分人都会明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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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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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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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人会听到这些说话,不明白背后的意思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所谓科学的证明 其实是一种黄金的标准,是一种双重万丈的核证 什么双重万丈呢? 在进行实现的过程,你要让病人用真的药,也要比较假的药 双慢,病人不知道是真或是假的 医生用药的人都不知道是真或是假的 这是双重万丈,再严格一点就要交通 有时候一组人就变第二组人 这个当然是非常严谨 原因是因为很多治疗都有所谓的心理安慰药的作用 这个是未可以避免安慰药的效果 我现在都知道,安慰药是肯定有的 什么都有安慰的作用 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 什么都不做,安慰药都会有百分之三十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用过这些方法证实才是可以的 好了,但很少人知道 其实现时的医疗,所认为政府给了钱 纳税人被逼要纳税去供养这种医疗 其实它本身都没有经过这些证实 这是1977年美国国会科技监定局 已经说明当时起码百分之八十九十 流行医疗,即是现在所谓一般的西所用的工具 其实是没有经过这个,是没有这个科学证实过的 到1983年,Academy of Science科学学院也重新检测过 都发现百分之八十十是没有经过这个检测的 所以第一,我们要搞清楚 其实现时所用的东西百分之八十几九十 其实都是没有的,没有科学证实,只是照做而已 最简单就是癌症的治疗 有没有试过用真的癌症、假癌症去做的 是从来没有做过的 所以如果大家用这个准则来说 其实大部分西所用的东西 其实一样是没有科学证实的 第一,第二就是说 很多时候你说一种工具 一种自然的工具是没有科学证实 因为它是没有做过 没有做过,没有做的原因是因为它做不到的 譬如我说要做洗腸 看看洗腸的效果是否真的正如一般人说的那么好呢 但你要怎样做一个洗腸的双重万丈实验呢 双重万丈,因为病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洗腸 你是不可能做的,知道吗 你是不可能做真的洗腸或者假的洗腸 既然不可能做,那就是没有做 其实很多治疗的治疗工具都是这样的 例如吃草药 有很多一种草药,有很多几种草药 食疗可能是肥果汁的治疗 有很多很多的蔬菜汁做出来的 那你怎样可能做一些假的蔬菜汁呢 怎样可能做一些假的草药呢 让病人都不知道自己吃真吃假 所以真的他们没有做过 为什么没有做过呢 因为做不到的 加上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些实验呢 起码要五百万美金 五千万,五亿元 那有什么公司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呢 是用那么多的钱去证实某一个药物 是有的所谓符合他的那个疗效呢 所以在自然医疗那边更加不可能 因为自然医疗是自然界的东西 他的利润不会像西药厂那样高 所以他根本就算做得 他都没有这样的经费,没有这样的财力去做这些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这些东西是没有经过这些所谓 严谨的科学的双重万丈去证实过的 但是有时候那些人都从来没有想过 他会反问一句 有没有任何的严谨的科学 是证实那些东西是不合理呢 是 没错 同样相对他们的药物也都没有做 他也都没有做过 是证实是洗腸不合理 或者食疗不合理 断食不合理 是吧 他也是没有的 所以你只能够说 是不知道 就不能够说 它是不合理 是 但是很多人一听见 我没有科学证实的 就以为它不合理 是一个好错好错的 思考逻辑的问题 很多人就明白不了这件事的 好了,这个概念很重要的了 其实大家要明白 现时我们所谓的现代的医学 其实是一种科技的医学 不一定是科学证实的医学 这两个东西 科技和科学 其实是要搞清楚的 好了,这是第三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很重要的 我跟大家用一个很简单的分析 整个医疗架构的经济来源是哪里来的 是需要有人生病 记住,不只是人这么简单 是要有人生病 有人没有病 如果有人是健康的 整个医疗架构是没有经济的获益 是 所以整个经济的现在制度之下 整个经济是需要有人生病 即是说人是要一直生病 那就有收入 如果人是不生病 就不会有收入 好了,那你在现在的 所谓经济挂岁的社会之下 你觉得如果他有一些很简单 很便宜的方法 令到病人的病 是很快跟着了 你觉得对经济的体系 是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呢? 对于消费者的病人 当然是很开心 但是整体的经济来说 就会很快就没有收入 就是跟自己倒米 所以当我们明白到这个道理 基本的道理 我们知道为什么 今时今日在我们医疗的病人之下 其实是没有什么病人 最终是跟着了的 比如你有高血压 那你要做接受治疗 什么治疗 多数是吃药 那有没有高血压病人 吃吃下 高血压是彻底康復了 是不会有的 是 糖尿 OK 那有初初又吃药 接着吃完口服的药 接着不吃吃 打针也都算 那有没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最终在这种治疗之下 是全痊癌的 当你有关节炎 雷丰汁也好 痛风也好 什么也好 那你也是用吃药的方法 那有没有一个病人 在这种吃药的治疗之下 吃到最后是全痊癌的 是基本上是用精神科病的 是吧 有哪个精神科病的病人 是吃药的 是治疗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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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了解到 敏感病 被敏感 抢击 你想到那些 书本写的那些 不知几百种病 其实呢 你用你的经验看得到 是没有人结果是医好的 OK 那为什么呢 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上 真的没有这些工具 是可以有效地 令到那些人 不会病 医好病 或者保持健康呢 当然是有啦 是不是 当然是有啦 是 我以前也和大家聊过 但是有这些工具 用在那裡 是对整个医疗架构的经济 是不利的 所以你也看到 它们是不会用 不单止不会用 是还要大量大力打压它 是 是在听我的节目的朋友 也都听过MJ13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大麻的真相 是 大麻是能够医二百八十几种病的 大麻是没有人死在大麻的 告诉你 其实大麻基本上 你都不会怎么上瘾的 起码在生理上 是不会上瘾的 OK 但是呢 大麻被打压的 是全面打压的 因为大麻一被合法化 那些人广泛认识呢 其实病大麻都可以 可以医得到 是 控制得到 而且大麻是一种野草 是吧 印度大麻 你看印度 全山都是的 你怎么赶 烧不住 烧不住 是吧 所以大家看到 要明白的真相 你会了解到 今时今日的 整个医疗的问题 其实是怎么发生 我们是绝对绝对 是有能力 是彻底解决的 在我的政纲 2020年 我们立法会竞选的政纲 我都很详细 很简单 很详细 直接写完 解决的方案 OK 好 这一节的时间 我们差不多了 刚才听到原生 对于整体身体的概念 待会回来 我们会继续回来 今天的自然疗法与理 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 《药并不能治病》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网址 我又听过 在二十世纪医疗的医疗 一个领域里面 一个大师 是 William Osler 他说过 野生动物并没有吃药的习惯 服药的行为就是人类最大的缺陷 这个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其实是否要回归医学祖先 希伯格拉底 其中有一句说话 人体内自有百位名医 这个原因是什么意思呢 药是不能够吃的 一般人听到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认为有没有听错 药明明是用来医病的 有些人经常质疑我们 你不是医生来的 以此之外 你不是医生所以你不能治病 这些事情 我以前很多年在香港都经历过 当他只是以为对抗性的医疗才叫医生 其实不明白有脊医 有中医 有自然疗化 有同胃疗化的医生 好了 那 明明可以医病的 又说不好吃是搞什么呢 这个当商人是大部分人都是说的 但这句话不是他说的 不是这个作者说的 他说人类在出生的刹那 身体已经拥有八位名医 这个就是古希列医性希波格拉底 医学之父 这位公然传大概460年到377年的一位医学家的咸言 所谓八位名医就是我们身体的自然治疗的力量 是 我身体是有一百个名医在里面是帮助我们治疗的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与身区内的自然医疗的力量 其实做医生是做什么鬼呢 其实做医生也是帮助我们身体 就是发挥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然治疗的力量 是 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因为患者的真正的医生 是他自己体内的自然治疗的力 而一般的外面医生只不过是他的助手 这是永恒不变的医学真理 也可以说是医学的王道 对一般医学之父也有听过 医生不宜都要读的东西 就是要对希波格拉底的誓言背叛 不,即是有一个Hippocytus O 即是都要有一个试言 这个Hippocytus的试词 在一般医学院毕业时就要做的 每个人都答案都要做的 他说 我将选择最有利于病人的治疗 并绝不施行任何伤害病人之行为 即使受到请托 我亦不得将有害的药品给予他人 并且 我愿以纯洁与神圣的精神终身执行医母 那最后呢 试言的最后结果呢 他说 如果我能够严守以上的试言 原诸神使我的生命与医术得享荣耀 并受全人类所敬尊敬 一旦我违背了的誓言 天地诸神将与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这个誓言 哇 做医生都 不是说笑的 你做不到 你要有最严厉的惩罚 好了 这么说 现在的医生当中呢 能够心所无愧 直视这个誓言的人 记得有多少 最大部分医生都是以药物制造疾病 甚至在病人身上 实施他们自己都不会接受的明知有效的治疗 简直就是背变了那个希波格拉底细致的行为 好了 其实每年大约有29万名的癌症病人 成为药物扼杀的牺牲者 就算没有受到请托 依然会被大量的杀死患者的药物 经典的例子 就是以剧毒抗癌剂进行的癌症治疗 是 在满然死在癌症的36万人中 有高达29万人是因为强烈的药物的毒性作用 而被药物扼杀的牺牲者 也占了八成这么多的人 OK 满然有大量的患者是追受药物毒性作用的扼杀 这个明明就是医生犯下的业务过失重伤害 他说的是日本 他为了什么例子 重伤害日本刑法已是一条 以及杀人行为日本刑法199条 但这种重罪是没有令任何医生捉了 亦都有一群癌症犯罪集团 他们支配着癌症治疗家的庞大的金钱和权利 引领了这么巨大的犯罪行为 他们的中枢司令部就是这个国家的厚薪劳动省 即是日本的卫生署 这个是说日本的 这些数据应该是说日本的 好了 而面对以医疗为名的杀律 在目前是蔓延开一片无穷无尽的地狱荒野 我只能够感到亡言和武力 但我千万不能够向恐惧和绝望低头 挥去灯怒的露水 我一定要阻止这个名为所谓现代医疗 一大屠杀不可 再名为医院的刑场前方 无知的患象就像像顺秦的棉养一般 一个个排列到天边 无非让他们知道是事实的真相不可 好了 即使只有一两个人都好 我亦都会尽可能挽救更多珍贵无可替代的生命 于是开始写这本书 他说 远代医疗早已经远远偏离希波格拉底的教会 为了达成这本书的目的 就一定要直视远代医疗的原状开始 他继续说 他说 在现代医学系统里面 是不会教授自然治疗力的 嗯 那你信不信呢 现代的大学医学系里面 当然说现在日本 是 完全不会教授人体自然治疗力的相关过程 自然治疗力的讲座完全不存在 嗯 这个作者说 我当年非常惊讶 直接问一些知名的医学博士 有位叫做深夏敬一 大家听过 深夏敬一是写过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很出名的医学博士 他问他 他说 为何大学的医学是不教自然治疗力的呢 那这位自然医学界的泰斗 哈哈大笑起来 他回答说 当然不会教了 如果要大家知道 患者就算帮助不管也会自然治疗的 是 那医生和药房都不用吃饭了 嗯 好了 那这位博士答得很干脆 反而呢 他说 令到这个作者当时是无疑而不对 怎么说好 那他现在所言 这位深夏敬一医医生所说的呢 医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自然医学里面的旺度的道路上 嗯 自然医学很强调呢 是身体的自己的医生 是怎么启动这两个东西的 好了 他说呢 他说 现在医学是不单止不会教授自然治疗的知识 直接连医学词典里面呢 都删除了自然治疗力的题目 这个题目都没有在这里 是 提都不提的 那他说呢 这个作者呢 我姑且去看一看呢 查一查身边有一本叫做医学大词典 那这个就是日本的医学大词典 竟然呢 是真的没有这个题目 嗯 那当然令到他很震惊 那他说这本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医学词典里面呢 连治愈这个的条核目呢 都被删除了 嗯 他感到非常之沮丧 在远代医学里面呢 连想要了解治愈的定义呢 都不给的 什么叫做治愈 整个医学的字 提都不提全部删除了 嗯 好了 那就是说呢 他说为何呢 那在大学里面呢 为何连那个治疗的方法都不教呢 那他问了另外一位叫安保诗教授 因为大学的医学院教授 是新社大学的担命教授 他说这位很温和的医师淡淡他说呢 治疗疾病患的方法呢 在大学几乎都不会教的 那他说是吗 为什么不教呢 因为第一次听到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有太多要记 疾病的症状和病名有几百种 那还有什么治疗方法 有什么时候怎么加下去呢 他说到医院上班之后呢 就是模仿前辈医生开的处方便可以了 还有有一本叫做《临床医疗指引》 这本书是可以查的 就是那本一本的天书 那你究竟是什么事来的 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些教授之类的人编写的 他通常跟药厂的关系非常之好 要照着指引来治疗 就是药厂讲的那些资料给他们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呢 就算出了什么医疗事故 你都不会告的 为什么呢 我已经跟足了 这本是一本天书 我跟足天书 医你不好 或者医死你 你都告不到我 好了 那就是说呢 在大学里面 学不到治疗方法的医生 是根据这些所谓医疗指引 是进行日常的诊疗的 这个就是日本医疗的景况 真是挺可怕的 是啊 好了 所谓医生的圣经 即是《临床医疗指引》 这本书大概是西元2000年之后才开始的 内容条目是多了 六百多个 根据另一位医生的说法 他说每一年 口楼省的卫生署都会出版 《临床医疗指引》的指南 医院的医师就要把它放在桌上 《依赖》里面的内容 替病人诊断、给药和治疗 就是一本这样的天书 即是说 现代日本医疗支配的真面目 就是这本《临床医疗指引》 医生们盲目遵从医疗指引 好像没有这本书 根本都没办法替任何患者进行治疗 诊断和治疗 这本书很明显 就是全日本医生的医师的圣经 即是说 无数在日本就医院抗体病住院的患者 他们的命运就紧紧交付了这本 《临床医疗指引》以上 医生啊 其实刚才听了这样说 其实我们身体是希伯格拉底里面 所谓的八位名医的自然 究竟是什么呢 顾名思书是生物体自然处育的力量 自然治愈指的是 生物体在不受外界影响之下 自然回到正常的状态 这种运作机制 我们在医学上是叫做 恒定性 Homeostasis 即是说 身体自然有一个机制 我们是常常保持我们身体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机制 嗯 接着他说 恒定性 这个字是谁出来的 是美国一位心理学家 W.B.Cannon 是1871年到1940年的一位医学家 他命名的 他只要是生物体里面的各种器官 都因应外面的环境 气温、湿度 或者本身的条件、姿态、运动的变化 是具统一性和目的性 将身体的环境、体温、血液流、血液的成分 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状态 即是他的机能 这个是Cannon 一位心理学家 很久已经说出来 什么是Homeostasis 什么是恒定性 就是身体自然保持身体正常运作的状态的能力 嗯 其实生命总是会将正常状态恢复的 你想想 他说真的厉害 其实哪个人令我们正常化呢 当然不是我 这就是大自然的所谓宇宙的奥妙 我通常都将这种奇蹟的力量叫做神 其中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力量 很明显 如果我们身体没有这种治愈的力量 以前所谓的医学未发达之前 那些人应该死了 死到人都不会越来越多 是不是 其实这个运作形式 其实是我们自然界的宇宙的力量 如果没有这个人都不会变成现在所谓的人 好的 在现在的肯定性的运行主体 在对我们暴雨导物的人来说 就是我们的自律神经 就是那个交感神经 护交感神经 以及我们的内分泌 所以你看到在我们大康全健康中心 我们的医疗里面 我们第一件事 病人来我们会做一个测试 就是测试它什么呢 是它的自律神经系统的状态 这个很好 我们用一个心跳的变异 由你的心跳变异 是可以动缩到我们自律神经系统的状况 就是知道你的身体的健康去到哪里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我们第一次都会做的 当然我们身体有很多机制 其中内分泌线的机制 亦都是调整我们的身体的整体 好了 简单来说 就算你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会做 身体它自己都会恢复正常的 这个就是宇宙的真理 新病的时候 恒定性就开始发生作用 就是自然的注意力 所以你不理它 其实病磁机会好的 人体是这样构造的 人体自己是会寻求治愈的 好了 他给一个简单的例子 他说 如果给一个 代为一个摆钟来看 摆钟 摆钟 摆到在最底 如果你有某种情况 把它推开 推到一边的时候 摆钟的膊 就会回到中间的位置 是 正常的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种 所谓的疾病的病症 比如有些刺激 或者导致你 因为某种环境因素 身体就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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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体整体的受感染 我身体会发烧 那其实就是说 这些我所谓遇到的疾病 其实是身体呢 是帮我们身体呢 是 恢复我们的正常的位置 就是发炎 呃 吓吐痛 其实这些所有呢 其实是我们身体在做这件事的了 好了 那直至到我们这些所谓的症状呢 依赖这些所谓症状呢 那身体呢 其实呢 是搞定的了 那所以呢 在自然界的动物呢 当它受伤的时候呢 当它受伤的时候呢 它们会做些什么呢 它们就这样去休息 对不对 它不会搞很多东西的 它会去休息 嗯 在这个不移动休息的状态呢 我们慢慢你的身体 一路一路的医治自己 嗯 嗯 好了 那这些所谓的症状呢 就是疾病的治愈的反应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药物去压制它 嗯 所以它用药物去压制它呢 其实做出了什么情况呢 其实将那个所谓平衡点呢 正常的平衡点呢 是变成了另外一个平衡点 而这个是药物依存的平衡点 嗯 所以很多时候呢 人们用药物去搞的身体呢 身体呢 就被它推到另外一个平衡点 是 但是这个平衡点呢 是不断要用药物去维持它的 所以呢 一不吃药物呢 身体又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是 又要企图了 但是很多人呢 在这个情况之后呢 错觉以为呢 就要立即呢 是将那个药物继续用它 嗯 其实呢 是保持一个異常的位置来的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就是大部分的 现前的经历的 好了 我们用药物的 这种我们叫做对抗性疫症的治疗 就是现在西医所用的 疫症的治疗呢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用疫症治疗呢 它通常呢 我们遇到窝 我们就会自窝 嘔就自窝 嘔就自窝 流鼻水就收鼻水 咳就自咳 发烧就消炎 痛就自痛 其实你也看到呢 这种这样的药物的疫症治疗呢 其实只会能够令植物是慢性化 嗯 如果你平时你没有去搞它 你反而用这些方法去帮助身体 搞定本身的回复正常的平衡度 那这个就是长期会好的 但因为我们用这些药物去搞它 这就算是发烧吃多药 这个正常消失 咳嗽吃多些止咳药 流鼻水令它不要再流 其实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在这玩耍打地鼠一样的 就是抖出来的 它梳梳下去 那因为呢 药物治疗呢 只能够针对症状呢 所以叫做对症的治疗 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 其实呢 原本的症状呢 就是身体 基本上呢 是企图康复的方法来的 好了 那你现在反而去抑制它呢 那这种治疗呢 所以也叫做疫症疗法 在医学上叫做allopathy medicine allopathy 那 如果透过治疗呢 药物应该回到原本 摆中停落的地方呢 就被固定到在一个傾斜的位置 嗯 就是说生物体的自身的 肯定性维持机能呢 受到阻碍了 那于是呢 是引力 就是引力到那个自然治疗的 亦都被药物呢 是半途摆了它 嗯 好了 那所以呢 就算症状体育好像消失了 其实责病是都不会好的 那你看到现在呢 今时今日的食药的人呢 会不会食药肛虐病好呢 那个会不会风湿关键好呢 会不会高血压好呢 会不会心臟病好呢 是不会好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自然治愈的力量是受到伤害 执病就一直停留在一种未处缘的状态 根本呢 本来呢 可能很快医得好的急性病呢 就慢慢转成慢性病 嗯 OK 好了 那药物的影响不单止只是这样 患者还要 必须承受一种各种的副作用 就是毒性的作用的侵扰 可以说呢 药物恐怖之处呢 就是它副作用多度呢 是吓死人的 嗯 哇 我们又听了一些很精彩的资讯呢 也都令到呢 我相信大家的听众呢 都会很震灵性的了 那这一节的时间 我们也都差不多 一会儿我们回来 继续回来 因为今天的自然如法如理 那个题目就是 药并不能治病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呀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一个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 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的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理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是药并不能治病 原生上两节呢 我们也解释过了 我们身体企图 现在那个医疗上面 就是用一些药物呢 其实来就阻碍阻碍 我们身体的所谓的平衡点 那所谓的药呢 其实有些什么的副作用呢 那你也看到呢 其实呢 药的副作用呢 其实是毒性作用 就是药的副作用 那其实呢 我们往往呢 是将身体对毒的产生的 就是身理反应呢 就说是很有效的 基本上呢 所有药物都毒药 那这可以说是一种 人都知道的了 是 因为标签有个骷髅头 是 那为什么药物治疗呢 你还要给那些患者呢 是 还要再给他一些毒药呢 那因为在 生物体里面呢 一旦有毒药入身身体 就会对它产生一些反应的 那这种为了抵确 毒药性的生理反应呢 譬如来说 譬如你给法师的人 吃了一些某些的毒药 那这种毒药呢 就会麻痹大脑的 那个体温调节中枢 令到呢 就是热度呢 是下降 退烧 嗯 其实他读了他的身体 是是是 那药厂呢 就说呢 很有效 是 因为这样的作用呢 就称为主作用了 就是indication 这个作用就是这样 那其实都是毒药 毒到身体变成这样 是 好了 药厂呢 就将这些毒药呢 就叫做退烧药来贩卖了 但是呢 这种这样的毒药呢 有反应呢 不只是大脑那么简单 嗯 腸膜的损伤的话呢 就会引起嘔吐啦 如果在腸道呢 就会拉 就是 吐射啦 就是吐射啦 全身器官 其实呢 都会对这个毒物刺激 是产生反应的 表现出各种的症状 那这就是所谓的副作用 OK 嗯 而呢 而药厂呢 通常呢 只是宣传对他们有用的主要作用 其实都是毒药的作用 对的 对的 是 其他副作用呢 是尽可能 都是被重囚的 嗯 OK 就是一种毒药进你身体 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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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的 那有些发生呢 就刚刚是做到你要做的效果 就是读了你的脑 令到你那个体温平衡的中枢呢 是调教了它 令到你的体温消淡了 那你就说 噢 这个就是要用的东西咯 不是只是退消药 只是退消药的作用 是 有很多其他身体器官呢 都在受它影响的了 嗯 好了 如果你要知道所有的副作用呢 你肯定不会吃药的了 嗯 因为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呢 为了防范副作用的药物的侵害呢 製造和那个犯售药物的药商呢 一定要和医生和药剂师呢 是出示一个叫做医药品的那个方单 就是说明书 嗯 就算市面承药呢 都一定要提供于消费者的方单 说明书的 那这个内容呢 在网上其实都查得到的 那如果国内可以 就是小心去看看呢 就一定会看到 几十种几百种的副作用呢 搞到你头疼难化的 那这个资料一定要查 因为呢 法律规定要讲 是 就是他们不可以隐瞒 如果隐瞒而出现呢 他们是犯法的 嗯 所以这些资料是有的 好了 那你就说了 那如果要患者 对所有的副作用呢 都知道一清二楚呢 可以这么说呢 病一定不会再吃药的 所以医生一定都不会讲 嗯 那他不讲呢 他最后一样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的 他自己都非要去看的 因为看了之后呢 你很难陪的 就是要有良心的医生呢 你看到这么多副作用呢 你怎么会再陪到给人呢 所以发现呢 原来这本作者呢 发现呢 其实呢 很多人呢 医生都不会的 嗯 好了 很多患者呢 看说明书一纳过之后呢 就是打个冷阵呢 如果真的看了之后呢 就把药弄掉了 对不对 其中有个笑话呢 一个在网台传得很厉害的 一个好像巴基斯坦 一个老明星 那他就说他的 就是他的故事就是这样 那他就问他 你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去看医生的 他说我有 我会去看医生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医生要找食 对不对 那医生呢 看医生之后呢 配了药 那你有没有去药防配药呢 那我说 哦 当然有啦 对啦 因为药剂 药厂都要找食 所以我会帮他 那这个药你为什么 你吃不吃啊 他说 我会扔掉它的 因为我都要生存的 嗯 没错 没错 这个说话 其实呢 是真的很有智慧的 的说 嗯 好了 最可怕呢 因为那些药呢 现在人们不是吃一只药的 吃很多种药的 嗯 很多种药的 很多种药的副作用呢 是可以说是 要乘的 要乘的 是是是 好了 那原代医疗里面呢 一次过给人吃药 是几种药呢 是很常有的 好少人就吃一只药 很多很多药的 那你看到身边的感冒 比如感冒外壳 就会因为上面来 十几种成分的药物呢 吓死你 好了 那单一使用的副作药已经 当它机会不高了 但是在多种药物聘用之下 副作用的发生机会是大大增加的 更加危险呢 所有药物叫做 有一种叫做 附加成效法 嗯 会multiply的 effect 就算一种药物的副作用 不到百分之五这样 那数种药物的同时服食呢 副作用危险呢 会增加到两倍 三倍四倍甚至五倍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我和大家也介绍过了 是Robert Manderson 一个医学叛徒的自拔 那本书呢 他讲一讲出来的 那 那 那讲一讲呢 有一种药 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有很多人呢 经常情绪焦虑啊 那医生通常开一种呢 是叫做二淡瓶 Diacepin Diacepin 很常用的 是焦虑的药物的 那 那 曼德顺的Robert Manderson 那本书呢 那他就说呢 他说呢 你看看那个药那个 应用的地方 嗯 和它的副作用呢 是简直是一样的 嗯 那你记住呢 这些药物呢 不是少见的 其中一个呢 就是在美国创下的 销售纪录的 Diacepin 二淡瓶 药 是一种精神的安定剂 就是抗焦虑的剂 在 给医生的药方的说明书呢 就看到他那个 适应的用法 就是为何用和副作用呢 是是 基本是完全相同的 好了 大家听听一下 好 适应是什么呢 适应于用在什么 焦虑 是 是 疲累 是 是 是 情绪激动不稳 嗯 那个震癫 幻觉 是骨落 肌肉是净乱 这个就是他应用的地方 嗯 就是有些病呢 那你就用这个 就可以用这个了 是的 对了 跟着你看回副作用呢 是 就是说呢 焦虑啦 疲累啦 痒痒啦 激动兴奋啦 震癫啦 幻觉啦 以及肌肉竞联 是和他的应用是一百分之一百一样 蛤 那就是那些病人用了 其实 等于没用了 哈哈 都是有这样的 他的那个适应症和副作用也是这样一样的 哈哈 好啦 那通常呢 要遇到情况之下 譬如这些症状 你可以这样讲他 这个就是副作用 对不对 一种想法就是停止 不要用了 这是副作用 但这个也是作用 是的 那医生会怎样做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加倍用药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加倍用药 是不是 所以 你想想这件事 真是 百思不得其解 这种的精神安定剂 是 这个叫做 Anti-Anxiaic 焦虑药 是 一年内开了成六千万的厨房 是历史上最畅销的药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华契的大笑话 到底呢 副作用越来越多 是需要治疗的 适应症呢 亦都跟着呢 是增加了 哈哈 哈哈哈 其实真的是 这个药是制造的症状 是要用这个药去治疗 又要去治疗 但是出来的副作用 又是这样 究竟那些病人 一直吃过药的时候 究竟是有 治疗他 还是没有治疗他 说药做出来的症状 是的 所以怪不得 历史上最畅销的就是Diacepin 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好了 在我们的症状 大家都会了解 我们的医疗方面很多 是的 其实有很多 医学史上 十九世纪的欧洲 其实都有很多医疗的流派 是的 我有叫做治疗 是 也有叫做整骨疗法 就是Osticopathy 也有心理治疗 Psychotherapy 顺势疗法 就是同一医疗法 还有有药物疗法 是 是 其实呢 在十九世纪 其实医疗有五大派 是的 那 自然疗法 就是用饮食疗法为主的自然的取向 那么 那个整骨疗法 就可以用身体的导致 纠正身体的倾斜 是骨与骨之间 那 也有脚医 脚医 也是调理我们脚椎神经的压力 做出来的身体的磨命 好了 那心理治疗大家都知道了 是内心的苦脑和焦虑的问题 那么 其中呢 顺势疗法 就好像 大家都明白了 是用一种同类相似的原则 是来推动身体的治愈的 好了 那最后呢 就是所谓叫做药物疗法 就是Alopathy Medicine 那 就是所谓叫做对抗性疗法 对症的疗法 你可以看到呢 我首先所说的一二三四 就是自然医疗 整骨疗法 心理疗法 信息疗法 其实都能够令我们身体的生命 身理始终呢 是回复回正常的位置 但其中只有第五行呢 就是所谓药物疗法呢 是逆向疗法呢 是反其道而行的 是 因为这种疗法和自然疗法 是刚刚是相反的 即使症状 症状消失呢 其实病都是不会好的 在五种疗法里面呢 药物疗法呢 是最不科学的 也是最不医学化的 奇怪到呢 现在的医疗呢 是赶走其他那些 自然疗法赶走它 整骨疗法赶走它 心理疗法赶走它 那和疗法赶走完 剩下第五样的 那为什么呢 只有药物疗法能够生存下来呢 好了 简单来说呢 在十九世纪中业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进化 那石化工业 就是石油那些 开始很发达了 那很多国际的石油呢 跟着呢 就抬头了 那当时呢 有一位在 普罗斯的 铁血宰相 卑斯密 大家都听过 哈 那他呢 就统一了 叫做得意志的帝国 那这种掌权者呢 以国家的权利 石油的权利 和医学权利 三位一体的结构呢 进一步呢 是推广了药物的疗法 企图透过药物疗法呢 是独占整个国家 甚至全世界的医疗的金权的 背后呢 是有那个 历史政治经济的背景 是推动这件事的 对他来说呢 嗯 一到四 刚才所说的那些 那些 那些自然医疗啊 那些 那些心理治疗和疗法呢 都是 挡住条路的 嗯 那他说呢 他就标签这些呢 是迷信的 没有科学的 甚至乎呢 是犯法的标签 那些人 是要彻底的打压 排斥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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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这个 就是五大派的医疗的 那但是呢 最后呢 都是根据德国的所谓 近代医疗呢 就行了 是对抗医疗这个 这个东西的 那这条路线呢 和欧美列强 兴起的帝国主义呢 合流 随着各个呢 是对外来到 来到侵略呢 近代医学的 药物的治疗呢 就是这样延伸 并且是 是称霸到全世界的医疗市场的 那早期记不记得 在那段时间 但是中国呢 也有很多人呢 都要排除中医的 是的 受过西方的教育 这些这样的学者呢 都是提倡呢 是中医是不科学 是的 其实呢 就是这个历史的背景之下 出现的现象来的了 好了 那 其实我们的现代医疗呢 其实是哪一处学回来的呢 其实现代医疗呢 近代医疗呢 其实所学的东西呢 大部分呢 都是在野战的医院里面的 哈哈 在19世纪呢 就是近代医疗的形成的时候呢 其实当时 欧洲一带呢 是很多打仗的 是 于克里米亚战争 153年到56年 统一得意志帝国的 那个普法战争 是1870年到71年呢 那地战争不断的 当时很多人中弹 手脚受伤的士兵 就抬去野战的医院了 那只要拔到子弹 防合伤后呢 年轻的士兵就可以自己康复了 那接着呢 又送回战场了 是 所以说呢 近代医疗的源头呢 其实是野战的 在战场上的医学来的 那当时也没有糖尿病 也没有心臟患者 在炮火交战之下呢 还会有什么时间 给这些治疗呢 好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呢 我们都被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 三十八位护士 那个护理师呢 就去投上战场去野战那个医院的 那他牺牲的供应大家都知道 是 被称为医学医疗界的希望之光 但是他所献身的呢 其实当时呢 是一个战争场所的医疗 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医疗 所以呢 在近代医疗呢 这些救命的医疗得到发展 其实很重要的是那个消毒 麻醉 外科手术 手脚与肌这些呢 都是在这些这样的 医务离慢的战场里面开始发展的 那这个呢 也是现在的所谓对抗医疗呢 是比较上有贡献的地方 就是这些这样的救急啊 这些这样的地方 那我们经常呢 我看那个 很多以前那个 那些电视节目 那些是ER那些 那些 那其实呢 真真正正呢 是有效的医疗呢 是这些这一类的医疗 是是是是 而南丁介医所当时的推药呢 是这种医疗 不是我们现在所大部分人 经历的这些这样的现代医疗的了 嗯 好了 在现代医疗能够医到的病呢 其实只有一成的急病的患者 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些了 创伤症 流血壳脂子 这些断骨 骨折 其他九成的慢性病 其他也就不好的了 嗯 如果 在讲讲一个很有名的医师 和那个 曼德顺所说的医生,他们每个人都承认 这个说法在医学上已经共通了 在刚才所说的美国医学监定局 其实大家都看到,大部分现时的医疗只是对一成的病有帮助 而对九成的病慢病也不好 但除了之外之后,现代的医疗是制造了一成的慢性病 本来没有的,都慢慢来越来越多 在当时我们看到,譬如用麻醉的治疗 是不是透过麻醉要开刀 所以看到外科手术真是日生日月地进步 但当时用的抗生素这类的药物是预防和消灭感染 也是药物治疗界带来很好的成效 在这种发展之下,很多婴儿早死过大幅降低 也可以使用一种救命医疗的胜利 在这方面,适当地用的肯定是好的 还要知道,吃这些药物一定有天时配搭 在一个绝佳的时间服药,效果才能发挥到 但在今时今日,你可以看到 现在完全不是很适当地运用这些药物 你看到现在抗生素的滥用 是导致以前非常有效的所谓救命药物 今时今日,现在根本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 还会导致很多的副作用产生 引起很多的变成慢性病 所以我们有时大部分人都有一种错觉 我们经常看到医疗的威衰的地方 但这只是一成的问题 而其他九成的问题,完全是一无是处 吃了等于没有吃 那这些节时间我们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一会再回来 继续回来今天治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的题目就是 《药并不能治病》 哎呀,你转天气,风湿骨痛很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这么好啊? 那就买多个风湿骨带给儿婆啦 太空小灵精,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四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回来今天的题目就是 药并不能治病 原衣生之前我们有提过 已经是抗生素和药物滥用的情况 其实都不是今时今日已经知道了 以前很久很久之前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尤其是在农产品 在农业方面的时候 他们对于农夫为了要驱赶那些昆虫 等农作物可以多些收成的时候 就用了很多杀虫药 但到现在呢,其实杀虫药 也去到一个 那些昆虫对于产生抗药性的问题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教训 已经已经成为学了 我们要处理第一 就是药物的内受性 第二就是药物的依赖 先讲药物的抗受性 我们的生物体的组成 都是令到我们身体 无论在这种环境 都能够生存的 在珠罗基公园也有说 有一个著名的台词 他说生命会自行走到出路 由单细胞的生物到暴雨类的人 都没有什么例外 药物治疗其实是给人类一种毒药 目的是在身体对毒药产生的 生理反应中 获得了期望的反应 这种反应 其中的反应就是主要的作用 就是医到这个症状 改了这个症状 当身体刚刚开始接毒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反应 但是如果你用的药 越来越重 身体就开始学习 越应对毒 简单来说 就是改变自己的基因 增加身体对毒的抵抗力 这种现象在农业上 是相当普及 很多人都知道的 对害虫噴杀的杀虫剂之后 绝大部分的害虫都会死亡 但是少数 剩下的死情种的害虫 身体的DNA就会开始变化 不久就会产生对农作药的药内受性的抗药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早期是有限 但到最后 那些所谓的杀虫药是越来越无限 是的 好了 出现了一个进退两难 永无止境的农业困境 好了 我们发现很多农民 会在第二年发现 就算喷相同的农药 完全都杀不死那些害虫 那这就是抗药性的昆虫开始出现 在英文来说 我们叫做超级的昆虫 Superbuck 那杂草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 那些人到处长 用了很多的除草剂 是的 开始那些杂草对除草剂出生免疫 那这个也都叫做超级的杂草 所以呢 农家只能够改强些的杀虫剂和除草剂 结果呢 是衍生出来一种 重新的内受性的超级昆虫 超级杂草 返回复复 永无止境 那就是现在 现在进退两难的农业的境界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问题呢 在一本很出名的书 那个熟靖的春天 那个Rachel Carson 是很久很久以前 已经说到 她说呢 人类已经踏上了永无尽头的 那个手扶梯那里 嗯 越来越加越加 是 好了 问题是这样 我用药的时候呢 一样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的 嗯 药效慢慢减 于是乎呢 就将药量呢 增加的剂量 是吧 嗯 当时所有的服药呢 很多病人都觉得很好 好奇迹啦 抗生素啊 又有类固醇 是典型的例子 尤其对那些优异的药物 通常觉得 好开心啊 那 既然我多初使用DDT 那时候一样 那么起初的农药的效果都很显著的 嗯 但是慢慢地呢 就是令到很多的那些 那些害虫突然之间消失了 收成呢 一会儿好像以前的两倍 但是很快呢 这个喜悦呢 就不会维持得很久的了 还原基本步了 所以无论是什么药呢 在长期服药的过程里面呢 患者的身体呢 是基因呢 始终会发生变化 对药物的毒性呢 内受性呢 身体呢 会变得难以对的 药物的反应 就是说 药物的主要作用就是减弱了 因为它已经 惯了它嘛 是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增加药的剂量了 嗯 接着呢 内受性又再增加了 或者用其他一些 再强力的药物去代替 但身体又很快呢 又产生一些药物的内受性 新药呢 就变得无效了 然后再换再换更强的药 患者就被逼呢 是推进一个 进退两难 药物无底的地獄 这些就是 还有呢 是副作用达来的附加结果呢 风险呢 是要比主要的作用呢 还要高几十倍的 那你会看到呢 很多人呢 都是这样的 譬如吃烟的那样 譬如初来吃烟呢 第一口呢 哇 很辛苦的 又咳又成的 那可能呢 整个人呢 好像呢 就是千全地主不舒服的了 嗯 但是呢 吃多吃多吃多 你的身体呢 就慢慢适应了 跟着你的身体呢 对尼菇丁呢 产生一些内受性呢 跟着最后呢 变成依赖了 是 所以那些人呢 戒不了 是 你的身体呢 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 那其实呢 我们病的病原菌呢 都会产生变异的 但是呢 药物的治疗呢 比農药方面更加麻烦了 那 那么 好了 最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近年呢 那个肺结核的病 来世兇兇 以前呢 用培尼西林的奇积药呢 抗生素呢 本来很快消灭 但是现在不是呢 为什么呢?因为获得抗生到内受性的病原体 所谓一般的抗菌,抗药菌近年来快速增加 对各种人物产生很多抵抗力 以及对它多重抗药性的细菌 可以说现在是非常枪权 这种力量大大增加 反而对人类发动一些逆质 可以说这种抗生到金鸡母的滥用之后的反驳 现在医疗界已经出现一个自食其果的现象 很多时候威胁很多婴儿病人老人的弱者 你可以看到在香港已经在传媒都经常说 在中国大陆更加严重 在中国有限制、有指引 医生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滥用抗生素的 最大的问题是 药物的内受性的悲劇 是在抗癌药 抗癌药,其实是一样的 连癌细胞都产生了抗药性 如果一个病人投入一些慢烈的抗癌药 它的毒性可能是让十个人的一两个 肿瘤会缩细 记住十个有一两个 药物的结果已经清晰了 这个很有效的药物了 于是拿了医药品的认证 但是癌细胞自身的反抗癌剂的基因 我们叫做Antidrug Gen ADG 会突然之间变异 令抗癌剂的毒性 是没办法发挥 记住毒性 就是你想毒死它 但是它的基因一变了之后 癌症的细胞本身变得更加凶恶 开始满力繁殖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时候曾经一度缩细的肿瘤 在五六个月之间有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然后大家都知道癌细胞更加凶满地繁殖 最终对患者大向死亡 这是很多很多人的医癌经验 左左用了之后真的缩绝了 但是没多久 五六个月之后就一声反弹 那时候完全是没办法的 通常有时会再用其他的抗癌药物 但是问题是一样的 这种疫症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种药物的内受性 抗药性的出现 将病人 患者日后要吃大量药物的泥堆里面 无论是抗药性 或者患者本身抗药性 或者病原体的抗药性 或者癌细胞的抗药性 都一定是导致药物越来越增加的 那当你的药物的种类是扩大的结果 跟着副作用的发作机会 又以比何性的上升 那患者吃了很多药物 在量和种类上都会有爆炸性的增加 可以说患者是根本处于地獄 但是那个企业就处于极乐的天堂 因为不断地卖很多很多很多的药 咦 刚才我们也有提及过 那些人吸烟喝酒都会上瘾 受到那些物质的诱惑 所以我们经常在电视上 我都叫年轻人说 say no to the drugs 即不要吸毒 但是现在刚才这样说 我们所谓的药物治疗 其实都是一些毒物来的 都可能会引起性 而成了一个隐性的若隐者 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很明显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广泛的传媒 政府的公众宣传里面 经常警告药物会中毒的 叫我们尽量不要碰它 有时碰一次就不要回头 这些东西 而实际上 它所谓的是那些 譬如兴奋剂 Empathamine这类的药 在医学上也有用这些 我们也叫做中枢神经兴奋剂 濫药的时候 对药物产生的会内受 习惯性 产生精神分裂 被害妄想幻觉里面的中毒 我们很多病人都看到的 有这些幻觉幻想这些 其实现在医生所开的 处方抗精神病的药物 跟这些都是相同的 虽然程度有些不同 但现在市面所卖的精神安定剂 安眠药、感冒药 其实都有类似的问题 类似的作用 轻辟剂竟然童而皇之 就放在药架上去买 一方面呼应一般的民众 就避免滥用药物 但另一方面 在电视广告 大量在乱卖 好像明明又要灭火 然后又灑一些汽油 很难解释的 是 好了 药物的依赖 大家了知 是另一个很黑暗恐怖的药物的陷阱 所以说 药物的疗法就是一种 疫症的疗法 即是对抗性的疗法 当我们生命中 摆到应该要回归到原本的位置 这个时候再用一些药物 阻碍物的加以阻挡 即所谓药物 摆中就被固定在不自然的傾长的状态 而心理活动是不会因此而停止的 但身体只要把摆中傾长的状态当是正常的 继续进行生理的活动 这些被阻挡的障碍物的支持的生理状态 就变成所谓日常的状态 但药物始终会被身体的器官解毒 代謝排泄了 但这些药物的作用 即是被身体化解了之后 摆中就开始回到正常垂直的位置 好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产生一种极烈的痛苦 这个所谓戒断的症状 就是戒弱就出现问题了 因为身体已经摆中傾斜的状态很久 不以为这是正常的状态 所以当虚假的痕定状态破坏的时候 身体就会出现反抗 所以这些戒断症状就是戒弱的症状态 如果受不了的话 就再次打针了 结果很神奇又好了 整个人的神情气爽 生命的宗拜 因为黄外物的存在 得以维持安定 这就是药物中毒的真相 我们的传媒经常看到 有些荷里池很多明星 都是这些药引以来沙巴泰来要去戒毒 美国总统福达夫人也要去戒毒 也有很多很多的 例如麦克罗杰克森 都是因为吃这些药 搞到药物国死了 其实这一样是上瘾 西药的上瘾和普通的药是上瘾 是一模一样的 是很难脱落的 有些人就因为头痛 当然头痛药不离手 幸好我头痛的时候 我就靠他了 这个简直是很滑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头痛的原兴 就是这些头痛药 如果这些病人 陷入了头痛药物的依赖症 定期就会发生头痛 因为你是吃了这些药 将你的身体的平衡就傾斜了 当你的身体解了这些药的时候 你身体就企图回头 就产生了头痛 其实整个头痛 为什么会经常头痛呢 就是你的药物是锁住了你 我也有很多朋友 都经常说是超级严重的头痛 就是那些止痛药是完全是不离手的 等于等于毒癮 所以很多时候吃了头痛药 定期出现的多数是这些问题的 嗯 那兴奋剂中度呢 其实呢 都是有出现这些所谓戒断症的状态 就是活着症状戒断症的状态 那帮美食的兴奋剂 那头痛就可以舒缓 那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药界呢 应该所谓叫做 药物过度使用性的头痛 这种的病名 哈哈哈 药物过度使用性的头痛 其实老早已经知道了 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实每一种药都有适用 就是适用这种这样的道理 所有药物都是毒 所以任何药物呢 只要长期使用呢 都会引起中毒的症状 就是程度高低而已 那这种药物依赖的铁症 中毒的人呢 就被称为药引者 是不是 那未来可以成为一个废人 一样的 那药物中毒之后呢 要脱是很难的 是 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 市面其实很多很多成药的 一方面呢 我们政府 叫人要小心 要小心药物的滥用 但是也都另一方面呢 又密城上 那个药店那些 是很难受的药物 那 就是 一般人呢 常常关注 所谓毒品的药物 那些药物呢 而全国的家庭呢 是三个只大量的 隐性的药引者 就是 在整个 城市里面那些 乘药医生处方里面呢 对医生来说呢 这些药物呢 就是一群 致死不渔的 忠实的顾客 那又要避免 这些西药的药引 是比那些毒品的药引 是更广泛 更严重的 是 那 那 即是要打压呢 不是只是打压那些所谓的毒品 那些药物呢 是 因为那些药物 它是承若随手可得的 那些市民都可以 是 那当然了 日本就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呢 它解释呢 因为呢 很多这些 日本的最大的党是自民党 自民党的政府传媒在背后呢 是这些药厂的企业的最大的赞助商 是 所以很难是将这个的 就是那个 那个官商关系呢 那其实欧洲也是 美国也是很明然是这样的 嗯 好了 那 那我们的药物呢 其实是因为它有毒 来到攻击那个病原体的 是 而这些细菌啊 病毒啊 癌细胞呢 因为要承受这些攻击而生存下来呢 就一定要改到自己的身体的基因的了 嗯 那 随着那个 抗生素的使用率频频上升呢 于是受到 即是广泛 即是濫用 嗯 于是那些 那些内受性的抗药菌呢 也都越来越多了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在日本呢 也有很多位著名的学者呢 都有提及的 嗯 好了 那在1947年代的后半年呢 那已经有成八九成的细菌呢 都已经是 对旧性的那个 培尼三良 是 青微素 青微素 G的抗药性的 那么严重呢 对大部分的抗生素呢 都有抗药性的 都纷纷出现了 嗯 那 所以呢 现在呢 一般的病人出入的医院里面呢 已经出现了很多能够抵抗六种抗生素的细菌 已经在了 在医院里面 嗯 好 那之前呢 我和他和大家提及了 那个肺结合病 对不对 是是是 那 早期的肺气球呢 就用一些 用一些抗生素呢 是用了一轮呢 是效果都不错的 但今时今日呢 已经出现了抗药性的 对药无效的肺结合的病者 OK 那这种是广泛抗药性的病呢 叫做XDR菌的出现 那 那现在的治疗的物质呢 是完全无效的了 OK 那现在呢 在每年呢 应该说 现在日本呢 就出现了大约一百个这种 恶性肺结合的患者 OK 那些人呢 就只能够长期指缘 是 是 广泛性的患者呢 也都不会好 也都没办法呢 消除疾病的感染性 死亡率都很高的 那 那这个是很久以前的 以为呢 那个人呢 哎呀 TB很久了 已经解决了 但原来不是的 每年呢 仍然都有成二万五千人发病 治疗的肺结合的时候呢 现在都通常用病人 用四种药 一些攻击肺 那个肺结菌 也都一半呢 是要半年之后才会好 一半下 但一旦失败呢 很多药物呢 都是无效的了 那于是呢 是出现呢 有些百病不侵的菌制 XDR 嗯 那现在情况呢 以前就是这样 四种药 大功大功 如果半年之后都不行呢 那就是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 是了 是了 那所以你看到呢 现在已经看到 在TB呢 已经是看到这个 这样的问题的 嗯 那就是 可以这么说呢 人类呢 还是坐着一个 看不见盡头的电梯 剧毒的新药 催生出来的 新的抗药菌 啊 用一些 跟着用一些 再强的药物 跟着又出现一些 更超强的抗药菌 永无止境的 这个叫黑色的 那个 悲剧呢 是全世界 癌症那方面 就已经 看到了 嗯 嗯 嗯 好了 如果我们用这种 这样的 的细胞 是来到攻击 这些癌的 这些毒药去攻击癌细胞呢 那其实癌细胞呢 是立即会变身 自身一种 反抗癌剂的基因 叫做ADG 那令到那个抗癌剂呢 是无用无之地 嗯 通常呢 就算有一两成的肿瘤 会变身呢 那就算开心的时间都很短的 因为基因二变之后呢 会变得更加凶猛的癌细胞 令到肿瘤是五六个 五到八个月之后呢 又再回到原来的大小 甚至乎呢 更加满烈地繁殖的 转移复发 令到全身的 吃光患者全身的 那所以在癌症的患者里面呢 都有一种说法的 一复发就没得够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了 因为呢 是抗癌剂的使用 令到癌症呢 是越发惡性化 很多时候都这样 他说呢 有位很出名的医生 他说呢 癌症都好像猫狗一样的 要温柔对待 他就会很温顺的 但如果你是欺负他呢 他就会露出 那个牙齿啊 尖利地扑他过来的了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 这些这样的肺结核的患者呢 在现在往往呢 被发现之后呢 他就会关了到医院那里 是永远是隔离 等于呢 就是一世要去坐牢的了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呢 就是现时的医疗呢 我看到那个问题了 那为什么呢 药呢 是医不到病的 是的 那其实在一个总结里面呢 其实我们呢 只要一日依赖了药物呢 悲剧呢 就会不断地 即是不会在这里终结的了 就好像那个农业的那个 切法去摆脱那个农药啊 医疗呢 也都必须要寻求摆脱那个药物之道的 如果能够做到那个替代治疗的 只有呢 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那四种的方法 譬如自然疗法啦 那个整骨的疗法啦 心理的疗法啦 以及顺势的疗法呢 如果能够摆脱了药物的控制呢 才是那个真理来的 如果患者呢 必须要才知道这一点呢 然后才可以呢 是令到你自己的那个病 有机会复原 而达到那个身体 回复的健康的状况的 那这个作者很极端啦 即是不是说没得够的 我们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呢 在五个流派里面呢 回到自然医疗 回到整骨的治疗 即是现在是脊医的方面 是 回到心理疗法 以及顺势同类疗法 就代替到现在这些药物的疗法 嗯嗯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 《药不能治病》 是在那本书籍 《药都不能吃了妈》 这本书籍里面的一个总结 这本书呢 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是有得销售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去我们的店铺上面 是购买的 好 今天呢 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个回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是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審查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的 谢谢你 盐医生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好